也许你的这个动作会导致你一到关键时刻就打不进球 前后运杆时手指大开大合 出杆时使劲抓紧球杆 有这种情况会导致出杆力度控制不够精细 出杆容易带旋转 经常出现很简单的球莫名其妙的失误 握杆的方式有很多种 大体分为三类 前掌握杆 中掌握杆 和后掌握杆 用的最多的是前掌握杆 食指和拇指环贴实握球杆 其他三指轻贴虚握球杆 保持这个形状但不能太用力 球杆后拉手指会慢慢的被撑开 而不是刻意的张开 球杆向前时也是自然的合拢 这样才能让出杆变得顺畅 用这种方式握杆 无论多大的力量 都不需要在出杆的时候使劲抓紧球杆 球杆从最后方运动到最前方时 接触手掌的位置会逐渐从前掌过渡到后掌 你只需要一个很小的力量勾住球杆 球杆就完全不会跑走 一旦这种过渡变得顺畅 很多之前不稳的球都会变得稳定 很多之前打不出的杆法都能变得犀利起来 亮仔你学会了吗 下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